但是确确实实 你是代言往生 你是个凡夫 你见识烦恼一凭都没断 可是 好像你的智慧 你的神通 你的能力 跟齐利菩萨差不多 这什么原因呢 阿弥陀佛本愿为神加持 就好比 我们一个普通的凡夫 出生在贫贱的家庭 很穷困 也无所有 那你有一个 很高贵 很富有的 亲戚朋友 他邀请你 你到他家做客 你没有好衣服穿的 他可以给你 他给你居住的地方 给你衣服住行 跟他差不多 出门 也有车马了 就不一样了 是不是自己呢 没有一样是自己的 大福长者的佛报 可以跟你想 到西方极乐世界 就好像是这个样子 我们不抵凡夫 一凭烦恼美断 升到西方极乐世界 想阿弥陀佛的佛 当然 自己也得有点条件 人家是看得起你啊 要不然是 人家是凭什么要求你啊 是你自己念佛 敬业的成就 这个欧耶拉斯 说得好啊 我们念佛 要念到什么样的 这个功夫 才能相应 才能往生呢 前面跟诸位讲了 一念相应 一念生 念念相应 念念生 大师他这个地方讲得深了 我说得浅 大家好懂啊 我讲四个字 心 愿 皆行 我们的心 要跟阿弥陀佛的心 也